大家好,今天继续和大家聊胡锡进的微博 今天的胡锡进的微博是10月7日晚7点写的 那么这篇微博当中他提到了一个机构叫皮邮 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皮邮到底是什么 它的全名叫做皮邮研究中心 建立于2004年 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 它应该是设在美国 那该中心对那些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 态度与潮流提供这个信息资料 那么皮邮研究中心受皮邮慈善信托基金的资助 而皮邮慈善信托基金既资助于那种无倾向性的一个项目 也资助倡议性项目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相对来讲 这个皮邮慈善信托基金 还是资助的项目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一种客观的 或者是说他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一些项目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皮邮研究中心 他这个研究报告还是可信的 因为你看他04年 他已经运营了16年了 所以说就是胡锡进这种人 他都已经承认了这个报告的结果和真实性 那么你看胡锡进都肯定的 那这个报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咱们接下来继续看 胡锡进在10月7日写了什么 皮邮的调查显示 说西方一些国家公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 急剧上升 其中澳大利亚的情况是最为突出的 那么英国美国等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公众比例 也在快速上升 这很遗憾 不过老胡想无奈地说 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负面就负面吧 看了吧 这个胡锡进已经承认了 这个调查报告 他没说他是造假的 对吧 因为其实我想跟大家说 你就是在这些西方国家 因为他们有社会契约的一个精神 对吧 他们受这种民主的思潮 他们对于个人的一个信用 在这些社会当中 他看的是这个极为就是严重的 就是人的个人信用 就包括你看在这远东地区 我们的邻国日本 日本对于这个信用也是特别看重的 就是对于这些脱压弱的国家 学习西方的国家 他们对于信用是极度看重的 你比如说这个日本 日本就是前一段有一个事情 有一个新闻 就是他这个有一个人 他干了什么事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7-11 就这种便利店 有一个日本人 他就去这个便利店买咖啡 他买咖啡呢 他老是用这个小杯 打这个大杯的一个这个咖啡 大家都知道 他们在生产这个咖啡的过程当中 他会给你 让你选择小中大 你选择哪个杯你就打哪个杯的量 他会 但是呢 因为便于你喝嘛 他这个通常来讲 这个杯比给你的这个咖啡 要这个容量要高一点 因为不可能让你结的特别满 那样你不就傻了吗 所以说这个人就利用中间的这个空档 他就用小杯结大杯的一个东西 他换取了他自己的一个利益 就因为这个事 他干了能有20多次 被这个便利店发现了 发现之后呢 就准备要起诉他了 如果起诉他以后 他会对他以后的这个信用 有极大的一个影响 并且啊 并且他以后找工作 跟这种现金类的一个岗位 基本上就无缘了 就是他不可能再收银了 对吧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信用 包括他以后的 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你包括他什么通信呢 对吧 买电话卡呀 就是这些东西 凡是涉及 比如贷款 凡是涉及信用的地方 我估计他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西方国家 他之所以发达 他对于信用的一个重视 但是你看中国 你讲信用的人 你在这个社会上 很难生存下去 就比如说我 对吧 你说在保险行业 我跟大家说 这个保险特别重要 没有人会去相信我的话 因为什么 在中国的老百姓 已经被谎言冲刺了 就看谁能骗 谁能骗 谁就是棒棒 谁就是最牛的 所以说就是中国 目前社会的一个现象 没有人会去说实话 你就包括有一些人 他加入了某个组织 这个组织加入的时候 我要为你奋斗 我要为你撒热血 怎么样 就当着他们 连这个组织的基本的纲 他都不了解 就是在这些人 为了谋求升官发财 而违背他自己的 本身的一个意愿 其实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意愿 他就是为了利益 去加入了一个某个组织 之后他宣示效忠他 当有另一个人 比如改造换代的 他立马就宣示 效忠另一个组织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在美国 有很多的 怎么说呢 就是打击这个组织的人 比如说你是这个组织的人 我不让你移民 我要给你遣送回去 对吧 你当时获得美国利卡的时候 你说你不是这个组织的 但是你却是这个组织的 对吧 疫情调查 就给你驱逐出处境了 那所以说在 就是墙外的小伙伴可以查一下 就美国现在开始干这个事 而且在美国的这个签证的申请楼表上 就在申请楼上 这个组织和纳粹 是在一个楼里的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说这个 太恐怖了 那可能对于西方来讲 这个组织和纳粹 它是有相似的一个地方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纳粹是在全世界都遭到抵制的 那么所以说呢 我也感觉这个 就是西方人对于这个组织的一个看法 也确实是 怎么说呢 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就是恐惧 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所以说才会设这么一篮 让你去进行添写 这个也是那个 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 那谁叫 这谁叫咱们生活在这 对吧 那就算咱点位吧 对吧 这玩意呢 那你说要是给你整到什么 叙利亚了 伊拉克了 这些国家都战火纷飞的 那那不更点位吗 对吧 咱们只能说往下比 咱们还能好一点 是吧 要是往上比的话 那咱一天感觉自己活着跟狗一样 嗯 那么这个就是对信用的一个看法啊 那么咱们回过头来 看这个胡锡进接着说什么了 嗯 中国人对这个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看法 肯定 呃 也比过去更加的负面了 这是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极端 呃 做法 不断分裂世界的结果 那么中国做错了吗 做错了什么吗 我们发动战争了吗 这个胡锡进说 中国对世界就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看法 比过去更负面 没有 一直很负面 由于由于我国这个舆论的宣导 就是宣传 一直都是特别负面 对吧 你像以前 我记得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那个牌匾上还写着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呢 对吧 就是他第一次访华还看到这种标语 所以就是可以这么说 一直是很负面 胡锡进不要多虑啊 咱们国家的人 就这些战狼五毛小粉红 他一直是排斥西方 对吧 由于咱们国家的历史教科署被这个 编写的一个事情 对吧 他编写的一个历史教科署 但这些历史呢 就是老是告诉咱们这个八国联军呢 这个什么 这就是鸦片战争啊 就这些东西吧 所以说把咱们整得特别屈辱啊 那么也可以看出 就是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中国的小孩子 从小就是接受一种这个排斥西方的一个教育啊 也就是改革开放 他不得不挣钱 让我们了解的世界 我想跟大家说 如果不是为了挣钱 咱们现在呀 还是那个德行 就跟这北朝鲜一样 要是不是为了挣钱 咱们现在就跟北朝鲜基本上差不多 就还是那个德行啊 这个 接着咱们接着看啊 这个中国做错了吗 我们发动战争了 中国干涉任何国家内政了 那可不咋 你从来不干涉内政 你包括这个印尼 印度尼西亚牌 就是我给大家讲过以前 印度尼西亚这个 有一个叫做五月黑色风暴嘛 大家回去可以查一下啊 他那个就是排华 杀了很多的这个华裔啊 当时咱们这个外交部部长叫唐嘉玄说 不干涉别国内政 因为他们持的是印尼的护照 虽然他们是华人 跟我们同根同种同源 但是谁让你加入了其他的国的国籍呢 当时还有其他世界的一个做法 其他世界文明国家的人 他都去是帮助了 呼吁了 美国就是直接就干涉了 开那个军舰过去 所以说呢 就美国相对来讲 还是可以的 是吧 他老爱管事嘛 是吧 他管事之后呢 这个五月风暴 就屠杀这个华裔的华人 三天之内就停止了 就屠杀了三天 但就这三天 也死了老多人 当时据说 这个被强奸的妇女 都达到了五千多 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历史 就这些妇女都特别的惨 就是华裔妇女 而且死的人呢 包括这些惊赏的 说是当时直接死亡 这三天 可能有两千 两三千人吧 还有多少 还有几千人失踪 这个样子 就是你连尸骨都找不到了 就已经没有姓名了 那么具体死了多少人呢 这种事情 这种灾难性的事情 这无法统计 那么这个就是 我想跟大家说的 并不是说不干涉别国内政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说法 一定要是 怎么说呢 一定要有一个国家 对这个世界 它有一个秩序的维护 那相应的来讲 我觉得美国当这个世界警察呀 他当了这么多年 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嘛 他这一系列的 就是说叫美国优贤嘛 他不想再管这么多事了 是吧 但是他谁让他是世界老大 他不想管 他也得管 你看他以色列 虽然跟他有利益关系吧 但他不也得管嘛 是吧 就是他也是给打着这种和平的 这个 怎么说呢 咱们别说打和平的喜好吧 看我们好像有青样性似的 他给 他给举了他这个普世价值的大起义 去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以色列和他周边的国家 一个这个阿联酋国家 是吧 阿联酋 这一个和平问题 我感觉这个还是挺好的 就是他们之间能有和平 这些东西我以前都跟大家说过了 如果大家就是 怎么说呢 大家要看我视频的要是老伙伴的 我说这些 我可能提一下你就知道了 若不知道的呢 大家就回去看一看 所以这个干涉内政啊 有的时候是可以 可以干涉的 我认为你干涉一下吧 他确实 他对于你本国的国民是一个好的事情 他不应该说是本国国民啊 因为那个干涉那个国家的国民 已经不是你本国的 但是就是你的同胞 他是海外的华人 那你如果即便你不去干预的话 你也应该在这个怎么说呢 在这个国际的舆论当中 给他一个呼声 对吧 因为毕竟死的 真的是跟你长得一样的 对吧 黑眼珠 黄皮肤的人 那即便 那我就想问一下 即便是现在美国的华人 那如果他真的受到了什么不公平的待遇 那是不是也应该呼吁一下 对吧 这个是我觉得是应该的 但相对来讲 我觉得在这些发达国家 他这个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可能会相对的少一些吧 因为他有相应的一个法律啊 还有一个相应的机制啊 进行监督 他可能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他就会比较少啊 咱们回过头来 接着看胡锡进的微博啊 这个胡锡进接着说 他说什么呢 比如华盛顿 制造了一个很荒唐的逻辑 说中国应当为这个新冠疫情 全球大流行负责 这一反制反科学的狡辩 很适合在广场环境下 进行民粹主义的传播 通常说民粹主义的人呢 他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象征啊 这个胡锡进他是最民粹的 一个特别左的一个激进派啊 呃 刺激公众情绪 呃 那些西方的精英们呢 就在这样摧毁不同大国之间 民众民众本应有的 这个基本认同和好感 嗯 其实中国你看这回流行这个疫情 还把一个什么 还写一个什么 祝这个美国疫情长长久久 说祝这个日本疫情一帆奉顺 对吧 你看那前那个就是打那个横湖 有一个叫杨满满走铺 是在东北起来的 就这个东北人那个素质啊 其实在中国啊 我想这么说 在北方里头 东北人的素质是普遍偏低的 对吧 因为这种事情咱们没在南方发现过 就在东北 东北对于这种 就是爱国热情啊 那是真的特别的高让啊 为啥呢 经济发展不上去 人不开化 教育水平低 所以说只能 就是这种爱国了 是吧 只能天天打红旗了 他只能这样表示对他的组织的一个中心 尤其各地方政府也是 他经济搞不上去 教育教育也办不上去 都得刺 所以说只能打着这个旗号去 这个爱国的旗号 打着这面大旗去整一些事情啊 所以说我对于东北来讲 我觉得他挺完蛋的 他更应该的是发展民省 发展经济 当然了 他这个有他自己的政治立场 本无可厚非啊 但是我认为你这个的兼顾是吧 你别把你自己整的这个政治立场 站的是特别的正确 但是呢 你这个经济啊 人民啊 这个素质啊 包括这个交通啊 整的一塌糊涂 对吧 你不能这样 既然在这种就是政治环境 特别浓厚的一个国家里头 那你可以说 这其实东北人 我跟你说 东北这些领导就特别会站队啊 就是可能别的地方他也会啊 但是就东北 他就就上战队了 他别的没有人 他们已经没有 已经失去了一个 呃 一个发展的一个动力吧 就他们自己领导可能也知道 他东北就也就这样了 对吧 就是已经好止不死的 奄奄一息的活着 是吧 就跟那胡锡进似的 胡锡进说 我奄奄一息的活着 而且偿命 这可有意思的 他 我都不明白 你这胡锡进特别有意思啊 他说自己奄奄一息 而且活着还能偿命 这太逗了啊 你奄奄一息就赶紧死呗 对吧 就快死了才奄奄一息呢 怎么还能偿命呢 他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人 哎呀 所以说这个胡锡进呢 你才看到他的东西 那奄奄一息不就是快死了吗 当然我并不是诅咒他 我就是感觉他这个老说假话 其实上帝会惩罚他的 这个新疆呢 这个新疆呢 和香港的事情也很典型 这个那些地方的局势明显失控了 新疆的大量平民呢 死于这个暴力恐怖主义活动 香港的运行呢 出现了问题 中国被迫采取了 都不看了 我白说了 没啥意思 那么就由西方舆论去吧 说那些西方的经营看不惯 就让他们看不惯嘛 我们完全有权利 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还说了很多的一些 说美国现在又开始说疫情了 说中国正在享受美好的一个假期 说美国呢 死了二十多万人 你看吧 他每天都提着美国死多少万人 明天 就是每天提一遍 反正这胡锡进也没啥磕道了 就是属于没劈应急 最后的重要的是呢 西方的经营们能够误导他们的社会舆论 但却奈何中国不得 中国将继续的前进 大多数西方国家也不得不与我们继续做生意 至少在今天 我们几乎没有疫情的社会 更加的欣欣向荣 更有效的一个保护了中国人的各项的权利 我们不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搞得不融洽 但他们非要那么弱 中国人是不会以自己的国家的利益来换取他们的好脸的 他们的好脸和点赞的没有那么值钱 中国肯定不会 他们中国不是人民的利益 咱们国家是一个党文化 所以说你别老扯这些 别老扯这些有的没的 它是一种党文化 那你说代表谁的利益 那大家自己心知肚明 对了 我接着跟大家锁一下吧 就是今天胡锡进的微博 咱们就锁到这了 咱们主要就是锁这个皮尤调查报告吧 我把这个报告都已经下来了 就是这个 大家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皮尤报告吧 你这个必须翻墙看 发现没有 就是国内你百度 你也可以查到这个皮尤调查中心 就是调查研究中心 但是呢 你进不去 打不开 就给你封锁了 你根本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就像胡锡进呢 他天天 你看他怎么说怎么是 他有这个翻墙的一个特权嘛 对吧 他可以就是看这些外网的一个东西 但咱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得找很多的方法去翻墙 包括付出金钱呢 付出这个警力 也去找这个方式和方法 所以说你看 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不同啊 就待遇的不同 你看胡锡进就可以随便翻墙去看 对吧 他可能不叫看墙翻墙了 就给他单独设一个陷入啊 他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胡锡进 胡锡进那个人 他说的东西 你看咱们老百姓看不到啊 他怎么说就怎么是 那咱们都不知道 这个皮尤调查报告 到底都调查了什么 他是怎么抽取的样本啊 或者是说他有什么 就是他都调查了什么 国外的人对我们怎么看 他就含糊的一句 说是负面看法 这个升高 他都没说升高到什么程度 对吧 所以说 那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这个皮尤报告到底是怎么看的 就是国际上的这些发达的国家 他们对咱们中国的一个负面的看法 就是不认可你中国 中国现在 对吧 对你中国人现在持一个负面的一个看法 那么他调查了几个国家呢 我跟大家聊一下啊 一共是 持负面看法的 他一共调查了这个12个国家 这个持负面看法比例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他调查了澳大利亚 现在是百分之八十亿 百分之八十亿的人对中国是负面看法 完了是英国是七十四 德国七十亿 完了是这个 新西兰是七十三 那个 瑞典是八十五 美国是七十三 南韩是七十五 还有西班牙是六十三 法国七十 加拿大七十三 意大利六十二 意大利还好一点 是不是咱卷住他东西呢 他能给点面子 完了这个日本是八十六 这日本反正自来吧 其实一直是走低的 从02年开始 日本对于中国的一个负面 就是看法评价 就是一直是在走低的 这可能是由于两个国家 这个 但也不能这么说 你看02年吧 就是法国什么 对咱们的这个负面评价 也还是跟日本差不多的 但日本是一直在划破 而其他国家呢 会有一个就是纠结的一段时间 就对我们国家时好时坏 所以说你看这个日本呢 跟咱们国家 从02年开始就掰倒了 就不好了 我说就最近几年 他对 现在对于中国的积极看法的 只有百分之九 百分之八十六的日本人 都对我们不好 就是咱们的邻国这个日本 我想跟大家说 这个日本这个国家 它是特别善于学习的 它特别会把握周边的一个局势 还有哪个国家好 哪个国家不好 因为日本它之所以 你看日本率先名字为写的 它之所以能够发展成 现在这样 它成为发达国家 就那么一个小岛国 对吧 它能够发展成这种发达国家 它这个敏锐的政治风向 或者是说 也不算政治风向吧 就是它这个敏锐的学习 先进的文化的这个气息 它是非常浓郁的 所以你看它们这个国家 特别善于学习 它特别知道 哪个国家好 哪个国家不好 这个是日本这个国家的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有优 就有一个基因 就它这个基因呢 能向那个优秀的人学习 所以这个日本呢 它现在你看这个支持率 是就是对于中国的 一个正面的看法 是急剧的一个下降 那么这里头呢 还调查了一些 其他的国家 一共调查了一万四千多人啊 就是说这个中国 在对于新冠疫情的处理 上面的一个看法 这些调查人员呢 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大部分人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调查的这个十四个国家嘛 都是发达国家 刚才我给大家念了 刚才念的那个十二个呢 是这里头的一部分 大部分百分之七十三呢 是对自己国家是认可的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七呢 是不认可的 而在WHO呢 对于WHO的看法呢 就是是百分之六十三支持 百分之三十五反对 那么对于这个欧盟呢 是百分之六十支持 百分之三十七反对 就是对于新冠疫情的 就是处理啊 那么对于中国的一个看法呢 就是这十四个国家的 发达国家的人 百分之三十七是 认为做得不好 对于新冠疫情 那我估计可能是 由于这个李文亮那个事件吧 百分之六十一认为做得不好 百分之三十七认为做得好 我刚才我不知道口误没口误啊 我刚才可能是 百分之三十七可能是 可能不到说没说错啊 大家可以就是 以我后边这个为准 就是百分之三十七的 这个发达国家的人 认为我们国家 这个新冠疫情做得好 百分之六十一认为做得不好 那么对于美国来讲 它是百分之十五认为做得好 百分之八十四认为做得不好 你看这个报告还是很客观的 对于美国来讲 他们有百分之八四的 这些发达国家的人 认为美国做得不好 之后呢 他还对咱们国家的这个主席 表示了一下看法 就是对于习近平的一个看法 这我不说了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说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目前中国吧 在世界上的一个现状 就是我们给其他国家人的一个感过 我们这个国家 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位置 但是特别有意思一点 就是这些国家 发达国家 应该是除了南韩 日本 还有美国之外 好像大部分国家都认为 中国会成为这个世界上的 这个经济特别强的强国 这个经济还会越发的 蓬国发展 并且能成为这个经济大国 超越美国 就是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我在想 这个到底会不会达到呢 反正也没准 是吧 这个一切皆有可能吧 那这个就是皮尤 调查中心的一个调查报告 那大家看到这些 就包括胡亦敬说的 他说的这些东西 大家没事尽量的去翻墙查一下 要不然你就看一下我的节目 你就知道他这些到底说的是什么 如果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的话 你看他说的 特别笼统 就说这皮尤报告说咱们中国不好 那你看一看 人家是怎么去调查的 他这个报告写的特别全 都是英文版的 大家也可以 有喜欢的可以去看一下 是竹条的看一下 包括他们怎么抽取的样本 这些人是怎么看的 他都会有一个详尽的报告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客观的 一个组织 有的时候大家老想 这个西方不了解中国 说这个方法写个日记 就给这个美国递倒了 其实这个美国呀 就是西方国家 对于中国的了解 还真不像以前的 因为咱们也做生意了 每个国家都会有人来这边通商 所以说西方对于中国 还是相当的了解的 他真的不是说像 像胡义进说的 一点是不了解 说存在什么不了解 就是由于他国内的媒体的一个宣传 这个不完全是 因为咱们现在做生意的也特别多 也有这个外国的留约事 那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大家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 就不用说也都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目前呢 就是这么一个现状 那好了 那今天呢 跟大家聊这个微博 就聊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